那我們就趕緊帶領大家看看了 那當然最近的科技股面臨到的壓力 就來自於這個 我們要帶領來看CPI 美國的1月份的一個通膨數字 這個跌破大家眼鏡 居然呢市場預期的還更好 這個交出來的成績單 不如市場預期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這個CPI的一個數字 是6.4 本來市場預期是6.2 所以好像降的 沒有大家心目中想像的 那麼樣的美好 然後核心CPI是5.6% 本來市場預期是5.5% 那當然這個你說相距不遠 但心理上感覺差很多 你如果表現的比我預期的來好 那不就好棒棒 結果怎麼就好像差了一點 那這到底會怎麼樣影響 接下來的一個聯準會的態度 江老師你的看法 你看現在市場的那個預期 是比較比實際數字來的低 也就是說實際數據 比預期的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他的重大效果表現在說 原來我們講華爾街或者簡稱金融市場 跟聯準會在判讀通膨數據 這一點上是有分歧的 甚至於是對著幹 比如說很多機構認為 今年下半年會降息 有的說降兩次 有的說降四次 對 聯準會報國主席說 今年不會降息 對不對 講了不止一次 沒有市場就解讀他嘴硬 市場解讀說下半年經濟會說不定衰退 或者晃慢 可能聯準會會因此改變立場 對 可是聯準會已經一代講不會降息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至少表面上 華爾街跟聯準會在對著幹 那這個數據對這個局面有什麼影響 這才是觀察了這個切入點 那這個數據表現出來的是說 他是修改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那個全數 以後的第一次統計數字的劃步 什麼意思 修改消費者 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他的全數調整 從今年一月開始每年調整一次 那調整的方向是根據消費者支出 去調整他的全數 全中 那食品跟交通 尤其像二手車 這個部分是全數調低 然後住房的部分全數調高 而且調高的幅度 還是稍微高了一點 市場的初步印象是說 這樣調整的結果 會造成通膨的數據 比較保持在高位 下不來 下的沒那麼大 因為租房就很難降嘛 對不對 租房的部分 我補充一下 聯準會是認為 根據過去的數據的經驗 房地產行情走跌之後 大概要一年以後 租金才會走跌 房地產跟租金不同的 所以會有一個滯後性 對對對 滯後性 然後所以聯準會也預測 今年上半年租金還是會稍微走高 下半年就會跌 結果結果那個房租 他的權重還比較高 被調高 對 被調高 所以市場的印象就變成覺得說通膨的數據 可能會在高檔停了久一點 那這樣的話 聯準會的升息 或者鷹派的傾向 有可能久一點 或者中段利率也稍微高一點 市場的初步觀察是這樣 這也合理 這樣子觀察 那這個數據就印證了這個觀察 對 那可是我們明白說整個問題的癥結在於聯準會跟華爾街對通膨數據跟通膨走勢的判讀不一樣 那現在這個數據出來以後初步反應就是市場調高對利率的預期 你現在看二月八號的時候就是二月二號那個利率會議出來 然後二月七號那個包額主席在華盛頓的經濟俱樂部也是接受採訪 對 那個時候你看三月份還是認為會升息一碼 從目前的四點五升到四點七五 對 然後五月五月份大概也會升一碼升到五點零 那本來利率高點的指引大概是說五點零到五點二五那個區間 對 現在的話已經升高了 現在的話六月份可能也會再升升到五點二五到五點五 估計就稍微調高一碼 對中端利率調高一碼 但是我們看一下去年怎麼操作 去年一開始升息的時候 還在二月附近的時候 他說利率 去年的那個利率 年底的利率會看到三點二五 後來說會略低於百分之四 就三點七五到四點零 對 後來說會看到四點四 就是四點二五到四點五 對 聯準會去年一路調高利率路徑指引 對 我估計今年複製 複製這個手法 真的 去年年底的那個指引是說 今年年底看到五點零到五點二五 對 中位數是五點一嘛 對 在這個區間 那我估計會調高 現在市場也開始調高一碼 現在開始慢慢往上走 五點二五到五點五 對 不過很多機構也預測會到這裡 但是應該我覺得會到六 你覺得會到六 對 還早 現在還早 為什麼呢 根本原因在於兩點 第一個聯準會關心的是 住房之外的那個核心服務 是 住房之外的服務的重點是工資 不是原物料 那工資的部分 現在就業市場火熱 對 失業率低了 居然低到百分之三點四 這是一九六九年以來的那個新低 對 然後呢那個工資增長 還在四Percent以上 四Percent以上的話 工資增長會推動通膨 對 然後一度高到五點一 後來四點七 四點 現在四點四 都在四Percent以上的話 工資增長會推動通膨 所以對付通膨 一定要把失業率拉高之後 把工資增長壓到三點五以下 那現在就業市場那麼緊壓不下去 壓不下去的結果 聯準會被逼的只能升息 我估計這樣的情況會讓聯準會最後升過頭 升過頭 最後會升 因為不升過頭 壓不下來 升過頭 你告訴我們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升過頭之後 經濟可能會陷入衰退 真的要被打到衰 然後美元會走強 因為現在市場的那個操作 跟聯準會最重要操作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就是兩個都對對著幹的 所以這個很罕見 但是你對著幹 你就幹不過政府 你幹不過聯準會 你幹不過聯準會 所以說現在市場有點覺醒 這個數據出來 讓市場有點覺醒 發現方向好像不太對 好像我想的太美好了 所以他稍微向聯準會的方向 靠近了一小步 那聯準會三月份會給利率入境的指引 然後他在我估計會引導金融市場 調高對利率的預期 那為什麼要到六Percent 因為簡單講原理是這樣 實質利率一定要正的 利率要追上通膨率 那目前如果我們把CPI估計是五Percent 我把它調低五Percent 那你要超過一個百分點 就是六Percent 利率 如果利率超過通膨率 兩個百分點就要到七Percent 所以他要逐步調高到有把握 貨幣政策足夠的限制性 然後把通膨打下來 尤其是把工資增長率打下來 是 對這個江老師講的這個非常的大家好好參考 因為在決定這些利率的人都是經濟學家 我們江老師也是經濟學家 所以要大家聽他的 所以大家在未來的金融市場操作上 大家一定要放在心上 很可能江老師鐵口直段告訴你 最後聯準會 所以他可能會這個升息超越大家的一個想像 我們再來慢慢看 每天帶大家來持續追蹤 那當然這個CPI的數字 接下來的一個牽動的聯準會的態度 大概跟大家來聊聊 那繼續我們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那大家本來預期二零二三年的主軸 不就是中國的經濟復甦嗎 眼光放這裡 但是我們趕緊帶您來看看 跨國的巨頭 現在都要重返中國市場 我們帶大家來盤點一下 到底這個疫情慢慢走出來了之後 有誰去過中國了 要把這個市場給找回來 中國不是告訴你嗎 現在請全國之力 我們要希望拱消費 讓中國人趕快花人民幣 把這個經濟成長率拱上去 好那大家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趕快來搶人民幣 好我們來看到這個是蘋果執行長庫克 即將要到中國去了 蘋果跟中國之間當然淵源很深 那最近蘋果手機沒有賣得那麼好 之前庫克也講了 他說都是因為之前 中國封控 所以那個手機這個製造產線上有點問題 所以有點影響 好那現在回到中國去 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要把市場找回來 那其實除了他之外 像接下來輝瑞執行長 也要到中國 那福斯執行長更可愛了 德國的福斯 他這一次去中國第二次了 疫情這個解封之後 他先跟著德國的總理 蕭茲去了一次 後來自己蹦蹦蹦 又跑去了一次 所以福斯的執行長 用他的行動用腳告訴大家中國市場有多重要 再來我們看賓市的董事長 他也認為中國是他很重要的市場 當巨頭都重返中國市場 到底背後是什麼樣的盤算呢 這位庫克他早在其實在近期的一次是在二零一九年的十月 那其實至於你知道嗎 上一次他去的時候 其實一連串的那個訪談行程 你知道庫克做了什麼事情嗎 他直接在中國跟一連串的高官簽訂了一個所謂的密約 那個是什麼 兩千七百五十億美元 我跟你講 講穿了就是保護費 這是完全 這其實這個秘密是封鎖在蘋果內部 那怎麼說到底在這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這一次 我那個布林肯還沒去之前 我庫克趕著要去呢 而且三月馬上要去 原因在哪裡 其實我們只能說他離不開中國啊 講穿了就是如此 那為什麼 現在我們來講 他到底碰到什麼樣的危機 在去年的十一月開始 我們就聞到味道 雙十一 居然蘋果是高端 蘋果 結果我在那個中國的時候 他不斷的背叉 他大降降 這也是更大 蘋果的官方在中國鋪的貨 官方還沒有降價 所有他底下的經銷商 菲果官方 美國Apple品系的 所有的中國的經銷商 全部都在降價 而且目前幅度 從台幣至少三千五百塊起跳 這還是一個開始啊 目前為止 你如果去看京東 京東更火辣辣 京東在他的平台上面賣的iPhone 十四 我跟你講 是目前為止 最高端的 全部都在大降價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他的那個第四月Q4 目前為止 蘋果完全營收獲利 我很少看到蘋果會一下子就降價 那種新款的 你通常要等到新的 這個新的手機出來之後 你舊款才降價 所以你就知道 蘋果遇到的危機有多大 為什麼他必須要這時候去中國 因為他不趕快解決 供應鏈的問題 他未來蠟對會更大 而且我說實在 他身段很軟 他那時候直接跟這個 紅海抽單 聯播紅氣不喘 可是你怎麼看 他如何面對中國 他的一個市場 身段好軟啊 我的 所謂的我的iPhone 我的技術靈感來自於中國 各位觀眾朋友 他的那個什麼iPhone裡面 什麼相機掃描 二維碼 無碼 無筆輸入法 這全部都是為中國市場量身訂做 中國的市場 你的消費者 對我很重要 你看 身段軟成這個樣子 庫克是怎麼說的 你知道嗎 庫克說 因為他們的這個手機 出來一些新功能 然後一些消費者會給他回饋 這個好用不好用 他就說他主要都參考 這個中國消費者的反饋 所以他再去修改 他的裡頭的一些功能 所以至於你這句話 差一點點顧客講 中國人民 你幾乎就是我iPhone的靈魂 他只差講這句話了好嗎 所以在這裡面 他又氣又恨又愛 又不得不去 主要的原因 真的是他已經不是前一段時間 他把iPhone 趕快製造生產線去印度 那又趕快 比如說我的這個Norbook 去了越南 為什麼在這個情況下 他不得不去 因為這個地方扶不起了阿董 我跟你講 郭台銘 郭董 還是有他的本領的 他的手機移到這個印度生產線 裡面不僅水電不通 基礎設施不行 而且他關稅又高 更恐怖的是什麼 蘋果最重要是他的一個零 技術零 沒有缺陷 他的品質量力要非常高 結果在那個印度R3 那邊塔塔集團是很大的 在當地居然 他當地相關的一個手機 外殼 光外殼而已喔 五成以上全部過不了關 你這個事情你怎麼做 所以對庫克來講 他沒有選擇 他離不開中國 但是現在為什麼庫克 還是急著去 大家認為只是為了手機嗎 錯了 其實如果你認為他是 只是為了iPhone 這就low了 原因主要還是為了這台車 我跟各位報告 現在他在當地 最終要仰賴的一個叫做 立訊 就往來春的王大媽 在這裡面 王大媽偷偷動作很快 他跑去跟這個祺瑞 也就是做SUV的 來跟他做牽線合作 他出三十趴 對方出個七十趴 你知道要幹嘛 據說他要拿下蘋果 Apple 他的Apple卡 二零二六 時間都出來了 剉 大家剉 那我們郭台銘 郭董 你要把他擺在哪裡 那現在目前為止說 他這個祺瑞代工 目前為止 他的各方面 他是獨家代工 這最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庫克 我相信對他來講 其實真正重要的 恐怕不只是iPhone iPhone是我以後 現在我的這個 獲利的金基姆 可是未來最重要 其實是恰 你可以看到前面 你不是一講 德國的汽車 福斯 賓士 絡意不絕 他一定要在那個地方卡位 所以我們只能說 我們有個重要結論 這次上次庫克 繳了兩千七百五十億美元 現在通貨膨脹 對不對 這次我們不知道 庫克到底要繳多少的保護費 他離不開的中國 到底未來能不能給他 應該要有的 包括iPhone跟汽車的保障 所以看到這個 現在很多的一些 跨國的巨頭們 大廈企業的領袖們 大家都爭相到中國去了 這塊市場 他們是沒有辦法放棄的 即便你地緣政治 中美之間再如何緊張 這個中國俄羅斯關係很好 跟歐洲之間 糾葛的一些 這個愛恨情仇 一切都不重要 在人民幣面前 你看到這些企業大老闆們 還是低頭 抬起木頭 要去 這些企業大老闆 我想坐散 想看 匠夢 這次 故